这古镇原本有一溪 家岸桃里分批 陈霞细灰 净洒江面 满溪月经 灿烂的像是景带 所以它得名叫景熙 它拥有众多名胜古迹 如今呢 依然保持非常淳朴的 江南水乡 江南水乡风貌 景熙东陵电山湖 西伊陈湖 南靠五宝湖 北边有繁清湖跟白莲湖 所以过去人们呢 便有着东营薛电金坡远 西街陈湖玉浪平的描绘 引来了金坡玉浪的美称 镇围泽国四面环水呢 便是景熙的写照 小桥流水 镇和人家 水巷 河部 拱桥 棋楼 廊方 街市分布其间的景熙古镇呢 有它独特的引人入胜之处 中国近代名作家沈从文 便曾经将景熙比喻是 睡梦中的少女 廉池 廉池禅院是进入景熙的第一个景点 这座皇帝亲赐的庙宇呢 当年从南宋龙兴二年到嘉太三年 足足修了四十多年 成为很有名气的江南佛门圣地 这儿的文昌阁 历来备受文人雅士的青睐 在此地聚会书文 通古论经 远离世俗 风雅无限 根据历史的记载 南宋建都临安的时候 宋孝宗的宠妃陈妃 他偏爱景熙山水 并末之后水涨于此 景熙便改名为陈墓 长达八百多年 一直到一九九三年 才恢复景熙古名 来到景熙一定要看桥 景熙的著名建筑物 石眼长桥 主要是建在明代的时候 全长五十二公尺 人称小宝黛桥 景熙英熙得名 胡档密布 古桥连妹 有着三十六顶桥 七十二指摇 它桥梁的密度呢 是举世罕见的 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老镇里头 就有古桥三十六座 而且大多都保存完好 桥柱 银帘 悲客俱全 形成景熙非常独特的桥文化 来到景熙呢 看到桥部西齐 不过如果你看到这样子圆形的拱桥 可就要注意了据说 它跟皇帝的风水是有关系的 这里呢有一个传说 因为在明朝开国皇帝资元璋 他做了皇帝以后呢 他就是他的经事刘伯温呢 他就觉得在南京的东南方 有一条巨龙呢就在慢慢地飞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资元璋就派刘伯温 到这个我们苏州一带 来看这里就是哪个地方要出生龙 那么他当他来到景熙的时候 看到景熙的这个水系呢 就像一条龙 他就断定了这里就是 传说中的龙业之地 那么因此呢 就是这个刘伯温呢 就在景熙的这个叼溪流的两端 就是一个头一个尾上呢 就建了两株桥 这两株石棍桥呢 都是全环形的石棍桥 也就是说在这个河的上面 有个圆虎形的一个拱桥 在它的水下面呢 同样有一个拱桥 这样呢它就卡住了龙的脖子 那么在它的龙尾上呢 有这么一株这个千块钱的石桥 这个桥呢叫天水桥 它是在城的北面 最近几年 景熙古镇标榜了旅游新镇 因此不论是古迹 或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受到相当的重视 景熙宣券艺术馆呢 便是用来保存展现跟发扬宣券 这项非物质化遗产的场所 原来让我下个人下个人 把湖城里来路啊 这时地下日的仗女 一几种人佩服啊 小夫妻中好人 把这人恩体 这样就把他记啊 是你人光不舒适 上我家比人富裕啊 宣券呢就是顾名思义呢 就是宣就是宣讲 卷就是宝卷 宝卷 宝卷对 宝卷的来源是 那个唐宋时期的 时期的那个福教 那个里边的音乐 包括这个内容啊 都是一些川伦为山的 一种福教文化 后来呢慢慢慢慢地 在我们江泽湖呢 就是流传到了这个民间 那么就是民间呢 慢慢地就是老人祝寿啊 那个新婚婚礼场面啊 还有小孩子剃头啊 那个老百姓这个喜庆的场面上 都要请那个宣券 作为一种文艺形式 来祈福我们家庭啊 这个和家欢乐啊 这种形式 锦西的珍宝 当然不止于此 在锦西呢 光是博物馆 就是一家之多 有博物馆之乡的称号 不过最有名的 就是古专博物馆了 究竟哪里特别呢 赶快去看看 锦西有着很多的民间收藏博物馆 使它在周边水乡古镇当中脱颖而出 而且每一座博物馆呢 都真是令人目不暇己 其中古专博物馆是锦西首创的 馆内藏了有瓦当 滴水 屋极构建等十四大类 两千三百多件 总挂了从秦砖汉瓦 到民国时期的各种建筑砖瓦跟构建 我们看到了有巴掌大的窗花砖 有千年不悔的木砖 还有经烧百天 用铜油浸透的金砖等等 堪称是一部卷制浩凡的建筑史长卷 咫尺往来皆需周极 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所凸显的水乡神韵呢 真像是一幅动人心魄的绝妙画卷 需要各位细细地品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